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一下意外 是意料之外嗎 這些東西是可以因為是意外的 加碼這邊有部影片 我們稍微看一下 腳踏板板板裝置 國小物業連結比較有的到 甚至你到國中 這些基本備備 也許是安全的 基本上這外面我們最大的 各位同學可以看到的是天橋 天橋可以避免怎樣 過馬路的時候避免被車子撞到 對不對 對 要看車子 要先看左邊先看右邊 誰再告訴我 看兩邊 各位同學 跟各位同學講一下 我們到馬路的時候 走路看哪邊走 看左邊 看左邊 看左邊嗎 看左邊 來同學 先看右邊 跟各位同學講一下 為什麼先看右邊 對對對 要看兩邊 來同學 跟各位同學 跟各位同學 跟各位同學的觀念 我們要過馬路的時候 走路看哪邊走 走路 抱歉 我們開車或騎車靠哪邊走 靠右邊對不對 所以我們過馬路的時候 我們要先看 先看我們的右邊 先看我們的左邊 為什麼 走的時候是右邊 可是我們面對它 變成是我們的左邊 先看完左邊之後再看右邊 剛剛 我們的同學講的兩邊 都要往後面而已 來 那位同學 大聲一點 好 天巧對不對 好 這樣不會的東西 是意料之外嗎 我或許各位同學會認為說 那個先生很厲害 他可以預知到下一個 可能發生的危險 可是 在我們自常生活裡面 可能發生的 experience 我們 sleeps好 一斤 練習的陰 swims 每天天都会 得逃 至ら 瓜 到 在 哈哈哈哈 我會講到 安全帽有分幾種 幾種安全帽 工廠製 跟照明設施的 跟各位同學報告 在去年還是今年有個案子 有個老伯伯一起打電話車 可是他的車子後面沒有裝任何的網路裝置 因此發生車禍 因此發生車禍 他跟對方要求查 到後面罰瓜判他求查不準 為什麼 雖然說你是一個行為人